说到疫情趋缓了 很多的家庭会把家中长辈送往安养中心 结果导致赵福源人力非常紧绷 事实上他们在疫情期间 案子数量很少可以稍微喘口气 但是疫情趋缓之后 现在照护需求直线飙升了两到三倍 也让这些赵福源大叹真的吃不休 而专家也认为 就是因为国内政策不够强而有力 导致赵福源人力以及品质都不太好 排位翻身这些动作 赵福源一天至少重复50次起跳 疫情趋缓之下各界都在为解封 而安养中心竟然也出现塞床潮 脸书上出现不少求床文 因为安养中心开放不少晚辈 再一次把长者送回安养机构 但却让赵福源人力超紧绷 服务项目难易度不同 专业度不同 各大安养院一床难求 而赵福源能多照顾一个是一个 像这位林先生自己接案 往返在台北市松山区的个案住家 有时帮忙到医院 拿慢性病药物还得送便当 体力真的吃不消 我可以让你看我的赖 我一天最高要跑9个case 林先生跑案家都靠着机车 上面塞满工作时 可能会使用到的拍备用具 迷你连蓬头等等 其实赵福源只有在疫情期间 案子数量比较少 能够稍微喘口气 如今疫情趋缓 照顾需求直线飙升2到3倍 人力这么缺 专家认为跟政策面有关 在来源不足的情况之下 照顾的品质也是堪忧 我们以前是可以说选择性 那现在没有选择的空间 只要他能够付出劳力 那这个品质跟他的素养专业度 都有点问题 驱动民众认为有了政府 长照2.0就足够 却远远不足 因为长照2.0主要以提供 短期服务为主 甚至会依照申请人的家庭状况 有不同的自费负担比例 还有预约制也不是能够随请随到 这样的结果导致一般家庭 都保障者往安养中心送 但问题是人力没补足 被照顾者的需求数量大 也成了疫情放缓之后 出现的另类为难课题 甲江城区刘一璇台报道